可以 非常漂亮 郑九元在最后这一跳爆发 拿到了76.8分 冬分拿到了418.3分 暂时排在第一 莫西哥选手要想超越郑九元 就必须跳出不低于71分的成绩 他的最后一跳直接选择了难度3.6的动作 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 跳得很好 跳得确实是非常不错 不得不说 莫西哥的实力果然很强 这恐怖的调整能力让人散叹 这一跳拿到了全场最高的81分 成功超越了郑九元 压力一下子就甩给了彭建峰 但好在他有着绝对的领先优势 这一跳只要超过64分就能夺冠 来看看他的最后一跳 和郑九元相同的动作 太漂亮了 婆婆的水花消失数 入水非常干脆 拿到了75.2分 最终彭建峰以总分440.45分的高分 拿到了这枚金牌 郑九元则是拿到了同牌